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今天我们进行了单元专家知识 访问的是前中央研究院基因体研究中心的研究技师 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P3实验室的负责人 詹嘉丛先生 在2003年登记为那一年最后染疫的人士 就是詹嘉丛先生 当时你是在 那个时候不是在 那时候是在国防医学院的预防医学研究所 在三峡 那是一个P4的实验室 那是等级更高一点 可以谈一谈 先谈一谈你染疫的过程 那时候因为国内没有什么P3实验室 没有合适的 然后那个时候萨斯刚来 他的死亡率也蛮高的 所以大家不知道要把他界定在危险等级是哪一个等级 我们通常危险等级有分四级 那他是后来就把他定为第三级 但是因为没有那时候 甚至包括我们御医所都没有所谓的P3实验室 只有P4实验室 所以我们就在P4实验室来做这个这样一个研究的工作 主要的研究内容大概是什么 主要研究内容是主要还是提供服务 那时候疫情来了国内好像是由疾管署他就组织一个一个委员会吧 然后就分了几个小的组别 然后我们是属于其中的一个化学组 那时候我们那个组应该是化学制药组 那时候那个组的负责人就是翁启辉翁院长 那时候他不是院长 他是从国外才刚回来 那其他当然也有其他组像医疗组 那翁院长这是药物组 那我们主要是归在这个组里面 我们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国内有那时候还没有要发展疫苗 那时候发展疫苗来不及了 那主要做的就是药物 而我们服务的大概是国内从北到南 到高雄医学大学 都有他的药物送过来 是就他们自己研发或者是 自己做出来的 自己做出来的 那也不一定是做出来 就是他们自己就有一个 我们讲一个bank或一个library 他们有许多的药物就已经放在那里了 直接药物不知道有什么功能 所以他们要从里面去找 找哪些有效 对那个SARS能够治疗的 对那时候最大中的就是 国家卫生研究院 他们有 我记得不知道还有七八千个 这个样的药物 还有其次就是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有两三千个 他们 因为国卫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药物 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做药物的筛选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P4或P3实验室 碰到SARS 他没办法去筛 他东西有了 没办法筛 他就找我们来做 所以他的量才会那么大 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专门 专门提供这样的服务 来为他们做药物的筛选 这是最主要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 听起来有一定的危险性 当然有危险性 那时候 那个时候您是君子 我是君子 我一直都是君子 我那时候是中校 是一个免疫学组的组长 其实我们那个单位有所谓的病毒学组 因为我们的病毒学组的那位组长 他们也不是真正的病毒专长 而我虽然是免疫学组的组长 但是我从硕士班到博士 我学的都是病毒 对 所以呢 我就由我们病毒学组来负担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实际上能够进去做的人非常的少 我们同仁压力很大 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那时候有个同事就跟我讲 他说张组长 我们有很大的困扰 我的小孩呢 他到学校去 他们的老师就问他们说 你妈妈是在三峡御医所里面工作 做SARS 他说这样的小孩 他们这个学校的老师 或是同学家长就会有意见 会有排斥 所以他就不希望能够 不希望进去做那个实验 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真正能够进去的人 其实很少很少 大概只有两位三位 但是其实这样 这样也够了 因为其实国内的P4 P3实验室的规模都很小 对 可是两三个人 两三个人 他进去一个 要做几千个药物的实验 对 这个压力会非常之大 压力很大 所以 但是我们同事来讲 我们虽然是一个军事的单位 但是工作人主要都还是聘雇的 所以他们是上下班制度的 那我们的工作 我们军人的工作会比较重 因为我们晚上可以留下来做 所以那时候我常常都做到晚上10点 11点 因为你做不晚 那我的问题呢 后来我记得我那次感染之后 大家就会有疑问了 就想说 咱俩虫为什么晚上10点钟 11点钟还在 不回家 对 所以呢 所以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情 大家就会来想 这个人晚上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后来他们甚至 我的所长告诉我说 都会来查我 是不是有私下帮厂商来做 所以这是 还会有这样的 对 对 对 是让人很沮丧 为什么我有时候晚上会做的那么晚 其实大家都没有考虑到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白天还是有很多行政工作 那时候你不能告诉大家说 我在做SARS 我就全力做SARS 不行的 其他组没有做SARS 其他人没有做SARS 他们认为你 那就是你自己一部分工作 你不能断了其他工作 所以白天的时候 我们很难有充分的时间来把实验做好 那就做到晚上 所以这个染疫过程也跟人力不足 人力不足 这个有关 对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实验比较简单 你就知道要塞那么多药 一定要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们基本上是用显微镜去观察 是 然后我们很有经验 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形态上 细胞上形态的变化 就可以知道这个病毒到底有没有存在 所以我们如果病毒 药如果有效 那病毒不存在 那细胞的形态就很正常 否则它就会有一些病变的形态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肉眼看过去 就可以判别 所以那是很简单的方法 但是你知道肉眼来看的话 后来比方说你做了几千个药物 上万个一两万个药物之后 你总会有几百个或几十个有效的药物出来 经过第一轮筛选 那这些药物呢 你要进一步去做它的功效研究 你要发表文章也好 或是你要去说服广大群众 那你必须要足够的一些数据图片 还有不同的实验来验证 甚至你还要做动物实验 所以这些实验就非常的细微 我会觉得做这么一件工作 比我去做这样一个工作 比我去塞一百个一千个药物 还要困难 所以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去 我每次大概每隔几个礼拜 就要去疾管署的召集 就是翁院长他们召集药物组的会议 当时翁起会院长在疾管署 对 不是在疾管署 就是疾管署委托他担任药物组的总召集 所以我们总是要去报告 那时候我常常去报告 我记得我前面几次去报告都还蛮好的 因为每次去报告 他会议场很大 然后全国各地来的很多的老师或是研究人 就一排就坐过去 刚开始很好 到后来你每次去开会就开始就听到声音的 他们就会说 我们最近的药物的筛选 好像拖延了比较久了 真的因为那个实验比较困难 做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有一次我就站起来就跟他说 很抱歉因为我们工作负担太重了 我自己也都快要撑不下去了 大家就笑一笑 事情就过了 但是我真的是累了 那一次所谓的那个晚上 我们要谈那个晚上 其实那个时候我都在做 我都是利用晚上的时候进去做 然后那个礼拜刚好 我们的国防医院院长 王先生王院长 他受到泰国军方的邀请 他说要到泰国去做一个军方的这种医学的交流 所以他就想 他原先没有把我排进去 因为他想我工作很忙 但是后来突然 他又突然叫他们告诉我说 要我一起去参加 所以基本上 比方说这个礼拜二告诉我 这个礼拜三礼拜二告诉我 他下礼拜一就要叫我出国了 跟着他们出国了 但是实际日期不是说 我想 但是这时间很短 所以呢 累积的工作压力更大 对 我就得赶快把我的工作做完 然后记得那个是一个 好像礼拜六还是礼拜天的晚上 就是那天晚上我觉得都是出问题 在那个晚上 因为那个晚上呢 很晚了 东西很多 然后 我也想第二天 我要离开了 我一定要把里面清一清 我们那个叫做一个负压舱 那负压舱 你会堆积我们要做实验的东西在里面 结果呢 我做完实验了 很晚了 然后我去看看 做完实验 你就会废弃物 就把它移到旁边的负压舱去 结果我一看 旁边的负压舱 那不 那那个堆积的东西太多了 堆积的都多嘛 我们 我们 废弃物 我们都要去经过高压灭菌 把病毒杀死 才去丢掉 那通常 你去开个锅很大 你不会 每天都去开锅 因为开锅 很花时间 我等一下再讲 但是 那个废弃物在那里 好 我放过去了 然后我 我走 我因为第二天要走 所以我就想 晚上我就把它拿去灭菌 开锅 把它病毒杀死 礼拜一来 他们就干干净净的 没事了 但是我去看那个废弃物 我去掀起来 要去动它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那个塑胶袋 那个 我们讲的那个 不会裂的 不会破的 那些橘色的 那种带子 安全带 其实也裂掉了 裂掉是因为 我们平常会喷酒精 还有UV灯在照射 所以裂掉 所以里面的 就有很多 那个病毒液体 就渗出来了 渗出来 我就要去清 清它 就在清的过程中 出了问题 主要是我对 那个负压舱 并不是很熟 它的操作 不是很熟悉 因为我们平常 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这个经验 跟后来 多年以后 这个不一样 COVID-19 虽然不同 但是感觉上 它有个背景 是一致的 就是人力是不足的 人力一直都不足 是吧 虽然 当然 这刚刚 这个回忆里面 还提到了一点 就是 这跟后来的 P3实验室 是有关系的 预防医学研究所 的时候 也就是 当时在SARS时期 你认得了 这个公体会员长 然后你们结了员 之后 他在接掌中研院以后 让你去 这个 P3实验室 担任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 同时也是 这个基因体研究中心的 研究技师 那这个过程 使得你有机会 再接触到 这个COVID-19的 这个病毒的检验 但是仍然 还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 人力不足 我们如果 就从人力 这个角度来看 面临到的困难 或国家所面临到的困难 可以你具体的 稍微说一说吗 我没那么高层次 所以 我从来不觉得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那人力不足 我想 这很难避免 我记得 我在SARS的时候 那时候 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 我这辈子绝对不要 再进P3实验室了 对 因为太难受了 然后 甚至你可能 医生告诉你说 可能晚上要给你插管了 那你当然就很害怕了 所以那时候 就想以后再也不要 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后来呢 后来 欧院长的邀请 我还是去了 这点要 我要必须要强调的是 我们现在国内 有三个可以做 P3动物实验室的地方 一个是国家卫生研究院 他说苏伊仁局长在的时候 他在国务院的时候 他盖起来的 他是最晚盖的 最早盖的是 预防医学院做所的 P3实验室 他是在民国92年 93年的时候盖 那个时候 钱是哪里来的 就是欧院长给的 他在那个药物组 刚刚我讲药物组里面 他把一大笔金钱 六千多万投过来 那对我们来说 那真的是天大的一个恩惠 因为于所 从来没有一个P3实验室 国家也没有要支持 有了这样一个 我们就很好的P3实验室 体制上是在 国防医学研究院底下 对 那实际上那个钱 就是等于是 就送给国防部了 现在就国防学院来管理了 那欧院长在同时 他也在基因体中心 他就设置了一个P3实验室 然后呢 他就 所以他就把我找去了 所以你说 我前面讲的 这个P3实验室 为什么找不到人 很多事情要解决 这个基本上很难解决的 因为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来讲 你最大希望就是做研究 是 如果你有本事的话 你想做的是研究 你不希望是提供一些技术上的 service的服务 服务 对 服务久了 就像我讲 我跟他们讲的都是 我根本都是在卖老本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实验室 你不做研究 你的各方面就不进了 不进步了 你就退了 不退了以后 你自己就会害怕了 所以像这种 你又没有 你不能有自己的研究 那你没有文章发表 你就不可能往上升 在学术界 人家就不尊重你 所以第一个 有本事人不来做 那其他的年轻的人呢 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也不愿意来做 所以你真的要找到人 就看起来就是前途勘语 前途勘语 所以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国内一定要改善 就是说 所谓的一个研究的成就 你不能是拿一个文章 发表来算 人家能够有本事 做这个实验室 把它组织起来 运作起来 这是他本事 你要不要承认他的本事 所以在中研院 P3实验室 虽然你是负责人 但是做研究的人 提出做研究的paper 要请你们来做 用技师的手段 来去做实验 可是你们却没有credit 有 我们可以挂在中间 但是你知道 一篇文章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你就挂在中间一个人 你基本上是跟 他们实验室的研究助理 或是博士后 是同等位阶的 所以没办法 作为你的代表作 在这一次 也就是2003年之后 大概又过了十几年 COVID-19又发生了 这个时候 P3实验室 也就是你刚刚好 你是办理退休 离开 而退休之后几天 就有助理感染了 这个事情很巧 你曾经说过 如果你一晚两个月退休 也许实验室的感染不会发生 谈谈这个 令人错愕 而且也无法估计的 这个事件好吗 我之所以那么讲 就是因为之前 其实现在要找新人 是很难的 人家不会来 因为你薪水没有比较高 一样的薪水 但是你的危险性比较高 然后所以 而且都是助理的缺额 所以基本上 比较有一些能力的人 他不愿意来的 就算来的 他也不愿意做久 是 这个过渡的 所以你很难找到人 我们实验室 原先编制 就是三个助理的缺 三个助理的缺 那三个助理缺 一直都没有满过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人 大概都维持到 两个左右助理 其中有一个助理的缺 都是一直 断断续续 就是来来去去 有的时候甚至 只有一个助理 在那边 所以这是我们 实验室人员的问题 那因为他们来的人 都是比较新的人 所以基本上很多实验 我是不希望他们做的 因为我知道 我不希望他们感染 所以在那之前 包括实验室的 最简单的 称动物的体重 或是量体温 都是我来做 我来做的原因是因为 你知道量体温 量体重 那个记录 是要每天都做的 但是助理们 因为现在 劳基法的原因 所以他们 礼拜六 礼拜天是不来的 对 你不能强迫他来 所以既然 礼拜六礼拜天 都是我在称 我的方式来做 所以我就 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就干脆自己做了 反正我没有什么时间的压力 然后我也比较技术 比较好我来做 所以之前他们都没有做的 一直到我12月1号退休 但是我从10月份 11月起 我就开始放手 让他们进去做 之所以放手 那是因为我们实验室 来了一个Postar 那是跟我一个 很要好的一个研究员 经济中研究员 马测老师 他实验室的Postar 那个Postar从禽流感开始 2006年的开始 就经常在我们实验室里面来做 做禽流感的实验 所以他的经验是很丰富的 那基本上基因体中心 也希望他来接替我的职位 所以那时候 对 所以算是一个培养的人 但是呢 还没有给 那时候他还是只是一个 Postar的一个缺 也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职缺 所以出了问题 就是在他那两个月时候发生的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 张家丛先生 他是P3实验室的负责人 也是前中央研究院 基因体研究中心的研究技师 为我们说前 因为已经退休了 从刚才我们前的话题里面 特别会听得出来 无论是P3实验室 或者是预防医学研究中心的 P4等级的实验室 他都面临到这个工作里头 一是有危险性的 第二 他的工作压力很大的 我们如何去从这一次 COVID-19 技师在中央研究院 这个基因体研究中心感染 他从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 还包括之前2003年的感染 都会看到 他跟人力的布置 是有关系的 有改善或解决的方案吗 你有提出来过吗 其实医医所他们做得很好 他们因为他们职缺是长久性的 所以他们这几年在SARS之后 他们都有陆续去送人员 去读学位或是出国去受训 进一步培养 对 当然他们职缺也都有给 所以是蛮好的 但是中研院的职缺就很少 以我们实验室来讲 我之下在109年的时候 我们实验室是三个助理的职缺 然后110年开始要做SARS 做COVID-19 那时候他就给到我们 我们要求他给到五个了 可是大家想想看 你给了五个你就真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他才刚刚来 你才有缺吗 他们才刚刚来 他们怎么会做实验 所以大家一直质疑 还是要训练很长的时间 当然 所以大家一直质疑 为什么我们让新人进去 训练的时间不够 其实我们已经让他做了三个月 很基本的训练 然后之后他进实验室 我们都会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同仁 陪着进去做 我们已经进到最大的力量 来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实际上是 实验室真的是 时间太紧迫了 你110年给我五个 增加了两个人 那这两个人真的 他们即使会了 但是我们知道会一件东西 不是说你看了你会做就行 还有熟练度 对张大哥说的很对 熟练度这很重要 每次大家都问我说 这人到底要训练多久 我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我不知道 我刚刚刚讲经验很重要 一定要把这些人都留着 所以将来 基因体中心或中营要改善 知道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 你要给实验室负责人 给他一个合适的一个职缺 给他让一些有能力的人 有经验的人 他愿意过来 这是最重要的 那其次你要给他实验室的编制的人员要够 根据我们的估算 因为实验室规定 一次进去实验室工作要三个人 两个人在里面坐 一个人在外面看 所以一组要三个人 所以你至少要有六个人给他 六个人 五到六个人 他可以去 轮流 我去过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 跟美国的陆军的医学研究研究的所 然后他们的人力都非常充足的 他们甚至是轮流的进去 而不是统一组的人 他每天都进去 所以 然后 他还要排班 对 人够多 对 其次就是你要给他们足够的经费 我们的实验室 我们在我就讲个多余的 就是110年的时候 我们实验室 其实已经是一个合格的P3实验室 但是我们一直到五月份的时候 才能够做动物实验 我们本来就可以做动物实验 但是 疾管署对于动物实验室的要求 又提升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改善 那个改善要花到 两百多万元 我们实验室真的没有钱 没有钱可以改善 所以才拖了那么久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因为 大家认为就不给你钱 不给你人 我觉得这是中医院要做改善的 是 在接触COVID-19的各种检验 和实验的过程之中 也有中医或中药的这个领域 所提供的一些解方进来 那么 摊摊这方面的接触好吗 我们会做中药 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就做了 那时候有很多的中药都送来 那我们就帮他们筛选 那也就是为什么 从SARS开始 对 你想想看那么多的药品 里面一定有很多的中药的东西 是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们就在做这样的研究 那时候我们就 其实我们就发现 黄晴这个药物 它是有效的 于心草有效的 那时候新闻有报道 但是我一直对于这种研究 都有一种特别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送药来的人 都不是中药研究的机构的人 都是一些把它当成化学药或植物药 他们不懂中医的 那我自己在筛药呢 我也不懂中医 我既然筛了那么多的中药 所以我才想要去读书 所以后来我不是到广州 去读了一个学位回来 然后也去考了他们的中医师的症照 我就想要 你既然要做中药的筛选 你不是只是看它 在实验室上的数据 你还要懂得中药的一些 医理 这样你才能够充分的 很好地运用这种药物 基于这种方法 所以我这一次 我既然帮大家做筛药 就顺道自己就筛了一些中药 那我基本上是从古书里面 去治疗肺肺的疾病 治疗瘟疫的疾病 还有现代近代的中国大陆 我们知道有年花青瘟影 双黄年口鼻疫这些 我就把他们里面的用的药 都把它抓出来 然后把它凑在一起 我总共去做了97 96种药 96 7种中药材 应该97种吃剂 对中药材 那个别的 个别的单方 然后来做 对我来说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从里面去发现了 大概97种 97种里面有60几种 都是有效的 都是什么样有效 有效就是在细胞里面 可以发现 这些药物它可以抑制病毒 在细胞里面去增殖 去去繁殖 它能够抑制冠状病毒 特定的冠状病毒 对 所以你我也看到这个结果 就很惊讶 但是后来想想 也是自然的 那些药物都是作用在肺部为主的 或是瘟疫有关的 那有了这60几种药物 我就在想 怎么样去应用它们 因为以前在SARS的时候 我大概只发现 黄芹跟鱼心草有效 那我就 那时候就很难去煮 你总不能把黄芹 跟鱼心草煮在一起 因为这两个都很寒的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寒的药 不懂吗 现在我知道 这两个药来给人看病 那是不行的 太冷了 但是我现在有60几种 里面有温的 有寒凉的 温热有寒凉的 而且里面还有一大部分 是可以当作食品来使用的 所以我就从里面去找 我的原则就是 第一个 他们要抑制病毒的效果 要非常好 我就从里面挑的最好的 比方说挑的10个20个 然后里面呢 10个20个里面呢 我又从里面去筛选 可以来做食品使用的 当食品而不是药品 对对 因为食品的话 因为我的想法是 我要想让人们可以做预防 或是在疾病感染的早期 就把病毒给消灭掉 因为不管你后面 走轻症走中症 走重症 病毒的量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病毒给 数量给减少 那你的症状一定减轻 那我自己是免疫学组的组长 以前在御医所 我是学免疫学 免疫学病毒学的 我就知道 这免疫学 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免疫的病理学 像我们肌肤病毒 如果你不走去抑制病毒数量 你要想从后面的免疫的积转 病理积转去把这个疾病治好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讲了一些 第一就是病毒要减少数量 对 这我们打怪也知道 对 游记打怪 对 但是数量少 一旦到了后头 大家都讲所谓的 细胞激素风暴 Cytokine stone 但是实际上 这里面 这个stone里面 这风暴里面 到底是内容到底是如何 没有人说的清楚 有的人在讲IL-6 或者是TNF-α 这些跟发炎反应有关的物质 是参与的 你把它的量减少了 疾病就会减轻了 但是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很多病人 他的这几个基数 未必是增加的 所以我们对内容还不懂 我们以目前的 医学的能力来讲 从这方面去着手 是没办法施力的 所以我们只能从前面 减少病毒的量来做 所以我的7 我就后面选择了7项药 我觉得我蛮喜欢7这个数字的 7代表圆满 好像是这样子 但是7这个数字 是7种单方的 也要杂 对 可是他又分成军 成佐史 这是什么 在中药上的概念 可以稍稍介绍一下 军药 我们讲立大者为军 军王的军 对 对于一个疾病的主症 主要的症状 中医主要是讲对症治疗 他强调的是一个症 如果你有把一个 症就是一个疾病 在发展过程中 某一个阶段 他所有的病理反应 的一个总结 叫做一个症 然后中医是讲 如果您可以把这个病理的过程的某一个时期的症把它给消灭掉了解决了那这就不会往下去发展了所以我们军药对就是治疗主症最有力的那个药所以通常这个军药它通常都是量是比较多的那它的效果是最好但是这一次你用的不是鱼心草我不是用鱼心草鱼心草黄情黄情 基本上不能用 因为黄情第一个它不是食品 第二个它太寒 你拿一个寒的来做军药它的量一定是最多 但是寒会什么 我们学中一直都知道寒会伤你的阳气 对 如果你还没有被感染 或是你还清症的时候 你就用寒药来 身体反而被伤到了 你还没有打到敌人 简单的告诉我 你的两项军药是哪两个 一个是 我的军药 一个是纸书 一个是薄荷 薄荷 所以纸书薄荷 我们现在在这烧挺一下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专家知识这个单元 今天访问的是 前中央研究院 基因体研究中心的 研究技师 也是P3实验室的负责人 张家彤先生 家彤先生 刚才我们讲到了 这个 就是药 中医中药 在COVID-19的 可能潜在的患者身上 如果说有一些作用 可以让他增强抵抗力 不是吃药的概念 而是食品的概念 您说有七种很有趣的药材 包括刚刚讲的介绍了两种军药 一个是紫苏 一个是薄荷 还有橙 有军有橙 橙药就是商业菊花 商业菊花 对 左药就是远质跟款冬花 然后我们死药就是甘草 前面刚刚大春兄有讲说 增强抵抗力 其实我们这个药的配置 并没有考虑到 要增强抵抗力 或增强免疫力 因为我们不认为 在一个短期内 你能够让你的抵抗力 免疫一下增加来 足以应付这个病毒 那另外一般人是不是需要 是不是需要来增强 他的抵抗力免疫力 这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不一定要 我们最主要目的 就是把病毒数目减少了 就像你的敌人少了 你也轻松了 你就容易把它打败 这是我们的想法 那我们使用紫苏做军药 因为紫苏它是非常好的 一个发散表邪的一个药物 其实你很多 我一直觉得 我学中医很有意识 其他的研究人员 不能学到中医 真的是他们 很大的一个遗憾 为什么我们讲 驱散表邪跟抑制病毒有关 因为病毒从哪边来 因为病毒从口鼻进来 中医以前就讲了 邪是从表而入理的 然后邪还可以 从我们的口鼻进入 这是外边来的邪 它侵入到我们身体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对付它 在最早期 你不应该用所谓的清理热的药 因为它还没有进到里面来 不是退烧药 对 所以一些寒冷的药并不合适 所以我们想到 在驱散表邪的药里面 最好的选择 我们选择的紫苏 其实麻黄跟桂枝也是非常好的 驱散表邪的药 但是这两个药呢 第一个他们太热了 对 他们太热了 第二个像麻黄 它就不能当食品 也是 对 桂枝呢 桂枝可以 大家不是有吃肉桂粉吗 桂枝是可以的 但是桂枝毕竟太热了 你们也知道 它是一个热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不认为 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对我们中医来讲 麻黄第一位 桂枝第二位 第三位选择就是紫苏了 那紫苏它的好处是 它是一个食品 很多人有吃过它的经验 现在有一般 我记得我小一同学也会说 平常就喝紫苏茶 对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如果是像殷虚体质的人 就像我就是殷虚体质的人 就怕热 这时候你吃了太多量的紫苏 你反而会觉得燥热 是 对 但是我们的紫苏的用量 其实在茶包里面 也并不多 五点多克 所以还不至于达到 让你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那紫苏是温的 它第一个 它抑制病毒效果非常好 第二个它是食品 第三个 就中医来讲 它是驱散表邪的 所以它是很好的选择 我们选它做军药 安全性的考量 那薄药 薄药呢 因为紫苏是温的 我们不希望这个东西 对 拉松哥说没错 薄药呢 是发散表邪里面 发散热邪的排名第一个药 所以薄药是很好 但是薄药你不能多用啊 它发散力太强 所以我就用薄药来调和紫苏 它的量也比较少一点 第一个 它们两个作用位置是一样的 都在驱散表邪 所以它们是同一个等级的 一个温 一个凉 然后我希望我的结果是温的 偏温的 因为凉的对人不好 对 所以呢 我希望偏温的 所以我就把薄荷 蜘蛛当军药 薄荷当 刺药的军药 刺药军药 我给它叫后药 就是皇后的后 对对 中医没有所谓的后药 这个称呼 但我觉得这两个搭配起来 也是蛮好的 那接下来呢 所以我的指数5.625克 我的薄荷1.875克 这样就占了7克多了 所以剩下来的 我就安排了其他药 因为 因为你这一小袋就是10克 对 以10克为单位 对 我们前面两项药是驱敌 驱邪于外 但是免不了 会有一些邪还是会进来 所以大家会有一个 发小烧 轻微的烧 或一点咳嗽 OPT轻微的 这时候呢 我们就有了下面的 成药 成药呢 就是第一个 他来帮助军药 来对抗那个主政 就是来治疗病毒 军臣 军臣 臣就是要辅佐 所以军药要去打病毒 成药当然也要能够打病毒 成药除了打病毒以外 他还要有些其他的作用 帮他料理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方说呢 你会发烧 小烧 身体不舒服 里会有热嘛 中医讲邪 不管你是含邪热邪 反正你是邪 入到身体里了 入里了 都会化热 用现在来讲 为什么会有热 免疫反应 发炎反应 发炎反应 对 那我们就选择商业菊花 来做理药 做成药 就是商业 人家说他一生都是饱 商业 商之 商肾 都是蛮好的 但是他们都是量的东西 那我们取商业 然后商业搭配菊花 因为中医有一个名方 叫做商菊饮 很有名的名方 然后商业菊花 我们把它搭配起来 就作为成药 这两个可以清理热 就是当你少数病毒进来 你可能会有不舒服 发热的情况 说他可以帮你退烧一点 但是他不像黄芹 这种退烧的效果这么强 因为他是寒的 太寒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佐药 佐而辅佐的佐 辅佐的佐 对 这个佐药就层次比较低了 他对于主症 就不是那么要求了 就不要求他一定要 能够去打病毒了 但是我们的佐药 还是可以打病毒 而且很好 打得很好 这个佐药它还有其他功能 比方说你会有咳嗽 会有痰 对不对 或是你就会觉得 心情会觉得会焦虑 或者睡不着觉 或者就是你一些 生病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这时候这个佐药 就可以来把这些 安定心神 我们叫做肩症 肩那个是 就是肩差的肩 就肩有了一些 其他症状出来 你就把它治疗 佐药又是哪样 远治 远治跟 远治跟款冬花 款冬花 款冬花 它入肺 它的味道很好 很好闻 那款冬花 它可以 可以化痰 止咳化痰 远治呢 它也可以止咳化痰 而且远治呢 这个东西真的是好药 如果你们单独去买远治来 你会闻它味道很香 像人参一样的香味 那远治最常用到的就是 安你的神治 安神 还可以治疗老年失智症 我就想将来要做一个叫做如意饼的 就是让人吃了不会有失智症 因为我们做过一些像多巴胺 或者是像一个神经 一些血清术一些实验 发现远治它真的可以刺激神经细胞 放出更多的神经传导物质 这个远治名字也很好提 在古诗里面常常出现远大的志向 远治 款东 款是款款鸟鸟的款 冬是冬天的冬 对吧 款东花 款东花远治 这是我们的辅佐之药 对 最后还有一个甘草 甘草 甘草 它所谓甘草叫死药 死药就是说 死者的死 大死的死 它就是把你前面的药的药效 带到需要的那个处所 对 那甘草呢 但是我们 但是甘草不只是入肺 它也入心入皮 入的地方是蛮多的 所以做死药 我们说把东西带到肺里面 其实不需要 因为我们前面其实要均成佐都入肺 不需要甘草来带 所以甘草最主要的是 在这里它是调和猪药 就是说 你有不同的功能 但是总有一个人来组织起来 然后甘草就叫 它叫做调和猪药 那但是我认为它有死药的功能 因为呢 甘草是甜的 如果有甜味的话 大家就会想去吃 比较好入口 对对 就等于是 借由甜味把大家 让大家去喝 达到一个死的 死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至少 我从小家里面 母亲都跟我一不舒服了 咳嗽了 就甘草薄荷 就配在一起 对 就 简单的说 它就跟刚才 你讲到的一点有关 就是它不是把它当作药 就当作食品 当作茶来喝都可以 对 对 甘草其实 我们自己也可以去配 当然 其实我最先的目的是 我知道我一个人 住不了那么多 但是所以我把配方 公布出来 就是大家可以去吃 那后来我发现 为什么后来 我愿意自己出来 做一些平安茶 我发现很多人 确实不懂中药 他们甚至连中药 都从中药房去买 都不晓得 对 所以我就尽力说 自己能够多多少 来帮助他们 方便他们 有机会 我们还非常希望 能够再请到你 谢谢 在节目之中 多谈谈中药中医 跟对于这个大疫期间 我们这个已经手足无措 到处有想办法排队的人 我们可以到一个 不排队的地方 也许就是中药房 对 非常感谢 专家重先生 谢谢 专家知识这个单元 我们各个不同的领域 都去寻找达人 职人 学人 来帮助我们 更加理解这个世界 所需要往前进的 特别的知识 非常 再次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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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